富州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农村社区 有许多农民在此种植了许多作物 因地理环境优良 所以种植出的农产相当优质 富州社区是一个农村型的社区 我们这里农产品真的多 因为有楼水汽水的关系 所以农产品的品质都很好 包括地方水果在我们这里都品质都很好 社区内自行车道两旁种满了金棕花 每逢花季花朵盛开 也呈现出相当美丽的景象 前富州里长陈朝芬表示 原本每年花季只有一次 但因气候变迁 所以现在一年多开了好几次的花 黄棕花步道本地刚刚是 民众九十几年 大概一年都开一遍为主 都是差不多在更多的地方开 不过这几年来 因为气候的变化 结果这几年都开三遍至四遍 不定期在开 但是十一月份左右 大几期也是要预期地 非常漂亮 一年车站在这步道时 又真的凉爽 富州社区拥有优质的自然环境 及生产了许多优质的农产 县议员吴瑞芳也邀请民众 前来竹山旅游时 别忘了到富州社区来走走 我们的富州社区 它是位于在基南郷的附近 地理环境非常好 我们这里出生一些农山品 帽谷火龙果和芭蕾 非常甜 好吃 又找 现在我们的社区 来做我们的步道 脚踏车可以 骑着可以来 视界看我们这里的环境 非常优雅 欢迎我们的幼稀 过来竹山旅游减 顺利可以来 这些富州社区 来走一走 议长何胜峰表示 富州社区拥有美丽的环境 更盛产了许多农产品 欢迎民众到访富州 来欣赏农村风光 品尝在地有殖农产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